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睁开你的眼睛 什么也别说 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不是你不在意 不是你不想懂 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闹不起的承诺 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不是你不在意 不是你不想懂 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爱也爱过了 初恨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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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юсь 跟我斗气 不喝是不是 我就不能喝 我不是不知道 好啊 看上你这个店 也快开张了 不不 我真瞧不起你这小子 你就别再怀恨在心了 你这借着酒说话 你没什么听嘴说啊 你小子 太重则情勇了 为了这个女人 就放弃朋友 事业 公司股份 你病得可不轻啊 人哥有志吗 子清 为了个心上的女人 你对她再殷勤 你未必能降服得了她 脱家带口的 心思重啊 咱不提及说什么 喝一个酒吧 明达 你再去拿点酒去 又不知道 歇人 你还请 我给你招惬 E Emma 又要飞酒 我便要喝酒 辣酒 真不知道 你也不要喝酒 你也不舒服 我是用不着她照顾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开窍的 让她在店里帮你打理打理 没事给你补补课 你怎么就不理解哥们儿 对你的一片苦心呢 等你功课做熟了 说不定 它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就真那么傻呀 你也别太嘴硬 冰糖教你那是绰绰有余 人家到哪不是一道菜呀 我谢谢你 把你这道菜端回去吧 我打算过另外一种生活 冰糖 咱们走 我不打扰她了 这怎么了 沈总她喝多了 把她掺回去吧 我没喝多 我就是等着 你什么时候混贝勒再来找我 我给你打扰 During the video 小时候 给我ena把你抓住 你去找你 我给你打扰他的 你这样钓的 你带扰他 我带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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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扰他 你带扰他 我带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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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车坐会儿 咱们俩聊会儿听 兴云兴 你跌打 我在那个鬼地方闲着没事 别再打发时间呢 人家都是用彩色纸叠的 哪用白纸叠的呀 你说你这衣服都洗过了 也不晒干就 就放在里面什么味儿呢 你就别弄它了 来来来 坐会儿 马上就好了 这个你也带着 这段单身汉的生活 更让我觉得你和这个家的可贵 家里 家里 你不是一直觉得 咱们结婚时候照着一张照片 你不满意吗 我这次回来 咱们抽时间去影楼 好好补拍一套 行吗 穿礼服婚纱的那种 太贵了 贵点算不了什么 重要的是 我们俩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夏琳 也许用不了多久了 我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你疯了 你转完抹角找到我这儿来 就是为了这个 是啊 你帮帮我吧 她应该不会就这么突然 把电话挂上的 所以 我不放心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她心里有什么事 不方便接电话 你真是有病 没办法 打不通 关机了 正好 你带我到她家去看看好吗 不然我真的不放心 你要去她家 你真疯了 我是疯了 我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真的快疯了我 赵 我求你 怎么又是一个来求我的 你们怎么都那么爱求我呀 赵 你帮帮我吧 好 去就去 正好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来 进来呀 不进去了 我看见你平平安安的站在这儿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什么任务 那得问你自己呀 你干嘛突然挂了某人的电话 害得某人像疯了一样找到我家 死活拽着我来找你 杨格文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家 怎么不进来说话 不 不了 我找小李有点私事 说两句话我就走 那小李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好 这么晚了让格文送送你 不用了 出门打个车 挺方便的 范子星在楼下等我的消息呢 我载不下去 他马上就冲上来了 那我走了 再见 他是不是又为那个有福致富来的 你好 医病 很久不 되 你马上公了 你会发生它 那只会来 你拍下来 你这次变成了 我在冬天 已经锦便吃了 我说我 我可就是这个人 你认了 那是 prêt 有什么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小丁啊 小丁怎么了 可文老师 最近林处长狠狠地信了他好几回 他也挺可怜的 他是容不吓的 气人太甚 可文啊 一会儿见到林处长可别问这事啊 我不会那么笨的 进来 坐吧 处长 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你这趟下去收获不小吧 是 一下了几层工作 就发现很多财快制度都没有得到落实 不但漏洞很多 而且是有人蓄意为之 这个水库 我和老马亲自去检查过 问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账面上 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有些 见不得人的白条 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真有这么回事 不过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业务范围 该有关部门介入才对 可文 现在上上下下 都在搞财务大检查 你可要有证据 说话要负责 不要因为出风头 而耸人听闻 林处长 我向您汇报 就是为了尽快的自查自咎 消除影响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其实你在下面根本没闲着 你早就给纪委写了举报信了 没有啊 我是首先向您汇报了 你敢说 那些高黑状的匿名信 跟你没有关系吗 什么匿名信 我真的不知道 别跟我耍手腕了 表面上跟我汇报 想落个清白 我告诉你 我在财务口干了三十年了 不是那帮别有用心的小人 能无中生有 寒沙摄影就把我整倒的 林处长 我知道 您做人一向光明磊落 心底无私天地宽 不用动这么大气 行了 我还要去厅理开会呢 你先走吧 我回头再找你 行 停 不打扰你吗 杨老师 你出山回来了 这是我给你带的山核桃 还有毛栗子 我刚从山里回来 就听说 你调到打四屎来了 谢谢你 领域处长 把我扁到这儿来 你是处理第一个来看我的人 杨老师 你快坐 别别别 小丁 你坐 我自己吧 来 小丁 来来来 坐坐 好好好 小丁 最近怎么了 谈恋爱了 影响工作 让人挑出毛病来了 杨老师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你走了之后 林处长又变着法的挤兑我 想把我给辞退了 为什么 你干得好好的 凭什么 听人事处小账给我说 林处长打算掉进一个专职的文明 想让我治个外聘的 给他腾出位子 我也想 他这人这字 老是挑我的毛病 八成啊 是我挡人家的道了 小丁 别难过 他的为人咱们都清楚 找时间 我送侧面再了解了解 有机会 你一定要替我说好话呀 我争取 王医生 昨天 我忍不住又犯错误了 本来我已下定死决心 按你说的那样 和我爱人好好沟通沟通 可是 他上门来找我来了 他是谁 就是那天你在酒吧碰了的那个 他和我在那方面很和谐 他还说 我是他碰到过最好的女人 可是我清楚 我跟他不可能在感激方面有什么发展 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想知道他叫什么 他的一切我都不想知道 我就爱我丈夫 可是 他一抱住 我就不要自助了 小丁 那是你会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我会永远爱你的 我会永远带给你快乐的 对不起 是男人 一定是男人给你打的电话 而且 这个人一定不是你的丈夫 为什么会这么想 有几个当丈夫的 会这样给老婆打电话的 两人生活时间长了 再漂亮 再也动人的老婆 都只不过是件家具而已 为什么会说成是家具 说是家具 我可能还高估自己了 也许在我丈夫眼里 我连家具都不如 我想请你的丈夫过来 你同意吗 只要他同意 我无所谓 不过我想 他是不会告诉你什么的 因为他一直都认为 有病的是我 那你就跟他说 我请他过来是为了你 希望他能配合医生的安排 好 我转告他 我真想知道 他会跟你说什么 他会告诉你 他喜欢那样吗 好 你还是先接电话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妈妈 妈妈 真好玩意的电话 谢谢小宝贝 喂 快 进屋子里 智语温暂 喂 你那小女儿可真机灵 我还没说是谁呢 她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那当然 我女儿嘛 美的你吧 杨王氏 你是在夸自己呢 说吧 这么玩小电话 有什么吩咐啊 没有吩咐 我哪敢对王医生有什么吩咐啊 我就是告诉你 老孙明天就回来了 这不正是你判了什么 判是判呀 可是不知道会判来个什么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真担心 不好的预感会应验了 我说你呀 也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现在吃了东西 来 赵饼到我们家来吧 今天做完下厨 你也尝尝他的手艺 算了算了 我不打扰你们的小家庭生活了 等明天我接到老孙 看情形再说吧 来 拜拜 这又是她啊 整天唠唠没完 真烦人 就你的事儿是事儿 人家的事儿就不是事儿了 你求人家的手手不得拿下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在这里 我什么意思 你应该心里有数吧 欸 好 喂 是我 小李 我晚上想见你 我 我晚上不方便 就一会儿行吗 就一会儿 我在521等你 我不知道 我 不管怎么样 我等你 你不来我就在那儿等你一晚上 又谁的电话 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隐私吗 小李 你这 跟我吵架 施政好 施政好 他不是刚给你打过电话吗 不过我一猜 就是他 你说这 这正好 和那个老孙 能结婚吗 结不结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两个人爱不爱对方 可结婚是责任是义务啊 那你说说 你尽到了丈夫的责任和义务了吗 那 那不结婚两个人在一起混 图个什么 图的是两情相悦 图的是快意人生 你说图什么 你说我嫁给你图什么 小李 你这是怎么了 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对不起 你还没收拾完呢 我和桃桃都等了你呢 没有 你带桃桃先走吧 那行 你也抓紧啊 哎 老李 来 老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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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好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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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冷静 你还嫌你对我不够冷啊 你听我说吗 我们商量 生意 这就是你甩掉我的理由吗 就没有一点感情成分 我明白 这些年 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陪我走过了艰辛的创业时期 我终生都不能忘怀 这样 这是一张纸票 你想一次性把我们的感情买断 不是这样 好 让我看看你出的价码 那是张空白的 由你填吧 孙萨如 你是不是想逼我死 正好 你别这样 正好 喂 你好 找郎医生啊 他刚打来电话说今天家里有点事 要晚一点才来上班呢 请问您是预约咨询时间的吗 喂 喂 你怎么办 我看你本来是谁啊 看我说既没钱也没权 你说你凭什么优势参加竞争美女行列 我说我说话直接 一个是钱 一个是权 最终是男人是否有能力的最终体现 好 爸 爸 小李还没回来 没有 就他事多 这段时间 连桃桃都是我接的 人家都是在忙工作 你在家又没事 接接孙女 还发什么牢骚 再说人家小李今天是说要去接桃桃的吗 老东西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没什么事 这一大家子的家伙不是我在做 你整天就这都看报纸看电视 没看见你去接一次孙女 好好好 下回我去接孙女 行吗 我去接一下 去接一下 好 你 你骑车怎么不看着一点 我说你这个人眼睛长得没问题吧 你怎么不绕着走 你骑车伪证你还有理了 我逆行关你屁事 来来来 给我修车 你放开我 你穿了我 你 你的兽坏了跟我什么事啊 好啊你个臭娘们 你敢冲我撒泼你 妈妈 你修修 来来来 给我修车 放开我 豆腐要点满地脚呀 你 你怎么 我想谢谢你 刚好遇到这 别看你嗓门大 再恨 你也别给我修车 给我来给你修 放开我 等孩子先回去 我先回去 走吧 走吧 帝哥 喂 我先来 睡点 走 什么事啊 散布 我去 你 你 吃 什么事啊 我都不知道 那个事啊 那么 long 我想让你一会儿回家陪我玩记录 没问题 可是你一定要先写完作业才能玩 好吗 玩 我马上过来 涛涛 妈妈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 妈妈看着你上去 你回去跟爷爷奶奶说一声 就不用等我吃饭了好吗 嗯 快啊 快点走 直接回家 爸爸我回来了 你妈呢涛涛 我妈妈把我送到门口 她就走了 她说她有急事 先让我们吃完饭 不等她了 爸爸 饭都好了没 都快把我饿死了 吃去吧 洗手啊 aquina妻的 我爱告诉我 去夸已 我们到晚宿前 去逛 我只看好了 我都可以看到我 她都来了 我谢谢你 记地址说清楚 到底在哪里 警察拜拜 谁帮我听写啊 好 好 我马上通知人赶到现场 继续 找你舅舅去 舅舅 给我听写 孩子不穿场合的 嗯 回家再说 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我饿了 警察拜拜给你买的盒饭 我才不喜欢吃什么盒饭 同志 你有什么事 我是给他叫罚款来的 哦 刚才他是给你打电话 对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弟弟 阿姨 你是带我回家了吗 对 你跟着这个舅舅受委屈了 你可要好好说说你弟弟 让他吸取教训 这次我们对他的定性是打架斗 如果是故意伤害的话 那性质就变了 你真把我当上你弟弟了 你要真是我弟弟 我就该好好教训你了 都这么大的人了 做事还这么愣头青 犯得着跟那种人打架吗 阿姨 这就拉着那个跟你吵架的坏蛋 到一个人小的地方 上去就揍他 你怎么这么多话啊你 子庆 你是不是示好暴力 你看你给孩子做了什么样的榜样 是个合格的家长吗 我不是任何人在里面放肆 任何人 好了 谢谢你的提升耳出 脸上的伤害疼吗 虽然你是一双谢谢 什么都够了 舅舅 我饿死了 小李 咱们找病房吃点东西吧 不早了 你带他去吃吧 我该走了 就一会儿还不行吗 别再让我为难了 家里孩子还在等我呢 我先走了 再见 拜拜 好 一天忙到晚 连个水果都顾不上吃 那哪成啊 来 赶紧吃了 涛涛 做完工作再吃啊 妈 我回来了 妈妈 淘淘乖 喂 我今天跟她一见面 她就提说跟我分手了 我知道我们两个缘分已经尽了 我也早就想跟她结束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 我怎么也想不到 我有这种方式 和我结束了 这次在藏服的现实 你可别怪我乌鸦嘴 我真的不甘心 我用了八年的青春去陪着她 我跟了她八年 我怎么就这么贱呢 她对我一丝丝的留恋都没有 我在她心目中 没有一点地位 别说地位了 连一点情意都没有 我死的心都有了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真正的爱情 会有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吗 再说了 也许老孙是迫于小文的压力 出一两难之间呢 你也别一门心思往坏处想 也许会有峰会路转 柳安花鸣的时候呢 小林 别杀你 没有用 那怎么办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你病成现在这个样子 要不 我主动去找她 比她表个态 你是心理医生 你有办法 你让她跪下来求我 求我 求我嫁给她的吗 那我可不能 我没有任何法力 虽然我是个心理医生 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 每次面对我的亲人和朋友 总是觉得力不从心 正好 我愿意尽我的全力帮你 明天我去找她去 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 服务员 再来半打啤酒 你怎么总喜欢偷听人家电话 你有什么秘密 怕我听到吗 我懒得跟你说 小心把她碰立下来 我会给你买一部更好的送给你 我会给你买一部更好的送给你 小阿姨 我会买一台更好的给你 算了 没关系 我说清晨在昨天桥莲银隔 明天的天空一边充满了阳光 我沿上了月的无情画面 细细拒绝过天淡满的忧伤 就不断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希望明天不再是那样的忧伤 爱是一份没有你是美丽的导致 爱是一份充满深情是你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在我的手上受伤 轻轻纷纷着珍藏的青涩桥莲 心中玫瑰还在记忆里飘香 我说清晨你在昨天桥莲银银隔 明天的天空一边充满了阳光 我沿上了岁月的无情画面 细细拒绝过天淡淡的忧伤 情绪不断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情绪不断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爱是一份没有地市美丽的导致 爱是一份充满深情是你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在我的手上受伤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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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在我的手上受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